我们的刘大师封城仆仆的带着这些团队去整治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我当然也希望说是假如我们能够更进一步 能够把一些问题预先知道它的关键点把它给化解掉 那个是更好的一个我想说更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下个礼拜的题目再重复一遍叫做清常的重要性 那我在这边也调查一下在座有人做惯常的请举一下手在座 在座有人做惯常的OKOK是不多吧 所以的话我也想说请我们的刘大师也为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 这个清常的重要性讲解就好吧 请带热烈的掌声 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 要颁奖是不是 感谢热烈的 感谢热烈的 医师感谢热烈的 好来来来 现在要颁了吗 现在要颁了吗 我们美国回来的李医师特别适合 我代表 由你来代表 好那请你来 我在看桃园看有激烈的话 那因为那个刘老师在我那边上了一台第八期的课程 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李医师他上过课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就留了这几个字要送给老师 那我在这边代表李医师就帮这个几个字送给老师 我顺便面给各位听好不好 好好好 来 自求内政 刘师傅 仍然为师 真心形 生物十点 起开关 一心一针 仓劫道 人品共振 通书慢 手道波及 苦为宵 二年一三年八月十八日 驻美林医师 研习新的 我在这边 谢谢 这个几个字 我们参加面对那边 顺便拍进去 请转向看这里 导致微笑 掌声鼓励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那今天呢 我讲的这个是比较沉重的主题 因为那个徐生平 那这个不幸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动员 那瞬间就过世 当然啦 今天呢 我也上过了那个 民师的读书会 知我很清楚 未有心肌梗塞 一定是体内的毒没有排出去 所以排毒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这个心肌梗塞 是有很多症候的 是我们可以预防的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 谈两个 我们都可以碰得到的 第一个就是中风 第二个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心肌梗塞 这个 我们知道 当你发现心肌梗塞的时候 反正85%啊 不是植物人 就是中风 不然就是躲掉了 很少有侥幸的 那其实 这个 你打腰就对不起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老土线 留给我们很多 自救的方式 那希望呢 大家经过我们这个 互相的研讨 就能够 这个很轻松的 就化解 为什么能化解 我们都有原因的 那 现在开始 首先稍微介绍一下 那 我今年63岁 1951年 那我学这个自然医学 学了将近 快四十年 四十年了 那最后呢 最近呢 因为跟中杰医师结缘 那中杰医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 那我发现呢 那我发现呢 他这一套又简单又方便 那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呢 我依然呢 接下来这个棒子 那有无到有 有跟我那一人都很清楚 我一天啊 大概啊 十六小时就在外面 很早回家 我没有假日的 我360人没有假日的 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个太重要 你们呢 随便学一学 你们就可以救很多人 救自己 那 借这个机会呢 也给我这个机会 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那 我们来开始 来认识一下 这个 终结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了 但是呢 他实际的几个案例 我很清楚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终结是台大EMPA的 大医学PA的 在美国得到双博士 那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西医里面 有中医这个科案 是他创意的 那同时 他是我们的能量医学会的 创意会长 那 他呢 发展了很多 花名 包括这个 塑胶的针灸 对不对 什么都有 那他是把 他本身是学西医的 他把西医呢 带进到我们这个中医的领域 那这是他 那我们特别 要介绍的 他以前在 上课的时候 他一直在谈这两个案例 至于说把 蒋花梁女士 一好气床 一针一好气床 我觉得那部没有什么神奇 你们也做得到 因为你们需要开关理论 你们就做得到 但是这两个案例呢 让我 真的很生气 第一个案例呢 这个他在龙总看折的时候 那有一个人竟然喜欢开刀 这边不舒服就开 这边就开 开完刀以后呢 突然有一天变成哑巴 那这个徐骗名医啊 没有人能见 可是呢 我们教授 很直接跟他讲 你的任脉被切断 唯有把你的任脉接回去 你才有 讲话的 机会 如果说 这个案例 他也不敢写在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病例表啊 因为啊 会很多人会攻击 什么任脉不任脉 可是呢 这个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种疗法 叫做另类疗法 有人叫做顺势疗法 他是有 在德国是很兴盛 全世界大概有21个国家 这个 他有健保几个人 那代表呢 这是可行的 尤其欧洲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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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医学啊 你不能开到店了 不行了 因为什么 因为啊 在欧美的药都很贵 而且呢 可是呢 另类医学的那个 几乎啊 送你一样 这么便宜 像美国很多人 是没有 没有解保险的 其实他就 主定的医学 那他来了以后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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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哪边气慢 他用那个 另类疗法 有一种叫做 转移的技术 把它 跟 维他命合在一起 那当下就吃一下这个维他命 再两个小时会讲话 你就神奇不神奇 其实我现在 有的案例也是在应用这样的案例 这是一个真实的 那第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 一个 一个 我怕上去 去扰法 扰法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扰法系怎么样 第二天呢 就变成这样 这样子的以后呢 想求偿 一定要 医生的证明 可是医生找遍 没有一个能不能帮他医 那我们呢 教授呢 很知道他的一个 这个因果 他就跟他讲说 你能不能 找到 你之前养法的那家养法殿 他说可以 然后呢 就拿了那个养法剂 拿去稀释震荡 这是病戒疗法 那下次来的时候呢 下一次回诊的时候 就喝这个水 戏然两个小时 就看他这个 脸 笑掉 那我真的很整齐 可能我对这一行 这一类的疗法 还没有深入 当然我很整齐 我也很钦佩 因为他很直接了当 讲这个事 这个故事 那给我很多启发 那 那如果说 一个疑难杂症 一定要 不要只有用自己的方法 要供纳别人的方式 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那大家刚刚很不清楚 什么叫做洁生道 洁生道自有 他也言有了 那 我跟大家不讲一下 因为他 自己录的话 这比他怕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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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这个 我 在那 有种做 那个 针旧科 创立针旧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 我受这个 李产 李小文的 绝权道 可以 你想 李小文的绝权道 他是说 他把所有的中国的武术精华 都集中在一起 在身上 然后 用他的长车 那么就 发展出他的 截权道 他截权道 就是 他一出钱 就要打赢 所以他这个截权道 就恭喜全球 那么 还有 很大的一个影响 他造成我们中国人 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啊 就说 哎 都会 都会 中国人 都有这个误解 是吧 那 所以我 我就受他这个影响了 我 我那时候 我研究 这个中国人 曾经文 啊 所以我就想 那么 那么就 他叫我杰权道 我觉得就 杰真道 他就杰真道 那我同样 我是收集 中国所有的 针旧的精华 和家国外的精华 那么 那么 创造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啊 那么 他是个 杰权道 他的 名叫做杰权道 他跟他的基本呢 就是 延除自卑到 呃 远 远存钱呢 远存钱 那么 我这个杰权道呢 杰真道呢 啊 是 是 是 他妈妈 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中国的 基本的 中国的 针旧 啊 所以 由 义取同工资料 所以去 借用他的名字 这个是我们杰真道的来源 大家都很清楚了 当初为什么要叫杰真道 那他我们把它称为啊 能量医学之父啦 在台湾他这个能量医学 他走得很彻底 那其实呢 这个春天杰真道还有 还有这个一个原因 两个原因 为什么创立杰真道有一个原因 大家都很清楚 他在三十年前 叫做1980的时候 他训练了八百个医师 针灸 可是呢 根据统计啊 到最后啊 大概只有七位啊 敢拿针 那 这个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是不是就会失床 以后我们要学针灸 要到 真的是要到日本 到韩国 到大陆去学啊 他觉得这样 不对 资言都浪费了 资言都浪费了 这是在创立里面的言有 第二个呢 很明确的是什么 他觉得啊 不是只有一诗才能够学啊 应该呢 朴后大众都可以学 所以呢 他呢 创立了个理由 来创立杰真道 来代替 我们这个有真的针灸 真的杰真道是没有真的 的针灸 他用评论的 所以说 他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好 所以呢 他创立了这两个理由 那 大家看一下啊 人生就是这样 出生 很快 这个人生很快的过了 那万一这个失传的话 真的太可惜了 针灸一定有他的效用 那 为了来补救 补救这个缺失呢 那他专利的针法叫做节真道 其实这个节真道呢 就是他 这个行医大概四五十年的一个经验所得 他把各家的所长加在一起 而且他又有西医的概念 所以很科学 那其实我们有开了一个 这个秘密会议 那今天就不播了 有空的时候再播 因为我们今天 主要重点要传承 要传承 这故事大概都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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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